好 歡迎回來我們要有請成哥幫我們選股 這個要怎麼樣選股呢 現在感覺盤勢是不是要懷修正 大家有點緊張啦 但是選股其實的確就如同剛剛是批評講 投信要做帳啊或者是有題材的股票 還是可以好好選 我們要選獲利爆充股 來 我們看有誰 基本上來講我們先從這裡講 那因為我在中國大陸有一些投資 所以在上海的很多信息可能都比較快一點點 真的喔 快到很多人講說 你受內線我說沒有啦 你都做不認真的 沒有去看人家的公告 好 那我們先從獲利的這個裡面 這個犧牲我們連線講過嘛 對不對 因為它營收一直起來 我甚至也講說它會 這個單季會跳起來 那我們看一下3625 我們就很快把它看過 它就3625這樣漲起來 漲起來的部分呢 你就注意它營收 反正你如果獲利的部分呢 你就基本上來講 你的停利點就設在這個地方 這個停利點 反正你一路起來是賺錢的嘛 對 那我是不會叫你在這個地方再去追它 因為它未來的業績 因為做連接線相關的 它業績不會爆充的 能有這樣的業績已經不錯了 好 就像那個叫做什麼 6220對不對 月峰 月峰喔 你看一下它最近幹嘛 我在講 你要注意 好 來 那我們看一下寶龍 這三檔都是 都是有 陸葬題材 第四季會儲吻 都是第四季 都是第四季 你都可以注意 看你自己喜歡 一個是寶龍 我們看一下寶龍的部分1906是這樣 但是第三季是虧錢 第三季是虧錢 OK 那再來的部分是達新宮 因為我主要要跟大家講華湖 因為那跟上海有關係嘛 那達新宮的部分呢 它要入葬 這個也是入在第四季 那我們你看它起來 這形態上隨時都可能拉上去 因為2520已經往上衝了 對 那2520因為它蓋那三棟房子 就是我們處的隊員 所以我比較清楚 好 OK好 你看一下2520就知道 那個時候也就是我們跟大家講 在這裡講的 嗯 好 那我們來講6235 好 跟上海有關的三檔股票 其實我們都領先跟大家講 嗯 第一檔股票叫6139 對 對 6139的雅翔 6139的雅翔我們講在這裡 講在 不是錯了 怎麼這麼聰明 這裡 就是第一根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 他好像是9月28號證券會核准 我說到12月底之前 他應該會IPO 會掛牌 對不對 他的子公司在中國大陸要掛牌 對要掛牌 那明天是抽籤的那一天 12月20號 對 雅翔集成 對雅翔集成 這是雅翔 對 那我們來 我們雅翔等一下 如果有時間我們再講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先看這張照片 對 623 翔哥這是你朋友去看的嗎 這是資料照片 我要把它找下來 這個是上海的照片 這是上海的照片 我們等一下再回頭來看 就是我們 他要賣那個廠 我要給大家看的就是現況 這個現在是廠 還是商業區 現在是商業區 這是現在的照片 現在 那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就是華福的中美廠 工廠 對 現在是工廠 不是工廠 現在是商業區 現在是商業區 你看這些人在幹嘛 他是逛街的人 是商業區 逛街的人 他是一個 他現在算上海 遼森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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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有到閩南區 你大概十幾棟大樓 所以是在當地有名的集團 對不對 這叫遼森 遼是一個火 遼火的遼 森就是 森就是上海的簡稱那個森 遼森集團的這個地方 來我們看一下華福 那華福基本上儲吻的入帳 應該是 我認為 我們推估 依照我們的經驗的推估 大概12月底 12月底要入帳 他就是今年會入對不對 今年要入帳 那為什麼今年會入帳 因為 他的核准函 上海市政府給的核准函 是9月27號 剛剛我們講到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6139 雅翔 雅翔是9月28號 我是不是推估他今年年底要IPO 那有吧 20號就抽籤了 那是9月27號 上海給他正式批護核准 叫他去工商局辦完過戶 就過帳了 那房子都過戶了 你不給人家錢 有啊 那你剛剛 你在那裡已經做生意 做成那麼大便商業區了 對不對 所以他入帳8塊錢 那不只是入帳 如果他入帳本來是虧錢 那我們可能也要停看廳 但是他的營收呢 11月是歷史次高 10月是歷史新高 對不對 他營收是不斷的往上走 所以不是只看這個處分利益 而且尼美合金打進去 這一個車廠的公園 他本業也在賺錢 對 其實聊生集團有一個很大的項目 是在車用的零組件 所以他們等於是 其實也有很多合作的這個部分 然後加上VR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術 技術的線圖 技術的線圖就是這樣子 技術的線圖就是在這裡 我記得我們上一回在這裡也講過他 因為有投資朋友你來問金丁 這二十多塊金丁 那一天我在這裡講的 對 11月14號 對不對 那現在到了那個時候好像18塊出頭 對 那現在來到這裡 我認為他有 如果很簡單一件事情 如果一家公司今年賺9塊 今年賺9塊 今年賺9塊 那明年本業大概賺2塊 那明年如果是要配股配息 我們不要配多少 我們不要給人說配9塊 那我勾勵 我們配3塊就好 殖利率多少 哇 很高 15%嘛 對 很高 是不是這樣 而且本身來講他的底部形態還打得 來 我們 我們長一點 來 我們稍微看長一點 看長一點 對 那我們看一下他在這裡 那基本上來講 他是這樣的一個格局 對 是不是這樣一個格局 慢慢往上去 那我們再把它換 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樣是不是突破了 剛剛我們講說 這樣一個起來 收斂三角形 收斂三角形 對不對 你這樣突破了沒 突破啊 有沒有量 有量啊 對 所以你這個股票 再來不用看這裡了 再來這個股票的停損停利點 就是這個點 往上移了對不對 已經移到這裡了 對 如果要他就一直供上去了 因為滾量 如果要入账 這剩幾天了 我現在二十 現在十九號 十九號 對不對 那隨時就幾天就有可能有 有新的新聞 可能突然間你就看到頭版了 對不對 對 就看到報紙就寫了 他會公告啦 因為他每一次都有公告 像上次人家問說 你到底你去年就 母子現在你今年是怎樣 他就公佈 九月二十七號就公佈 上海 領航區的給他的核准函嘛 那核准函只要工商登記 一變更 就入账 陳哥我問你 之前你在這裡講嘛 對不對 對 這邊嘛 那這邊講的 如果這個時候沒進去的話 這邊會太晚嗎 明天進 所以我們來講說 這個時候因為 因為這個位置呢 你就去看他的狀況 因為董事長的名字 也是招牌 叫拆封士嘛 對不對 怎樣 對 他是經營還是滿厲害的 是喔 對 經營還是滿厲害的 所以有厲害的老闆 對 有一個厲害的董事長 那來到這裡是往這個地方 然後你要注意的就是說 來到這個地方 他在往上攻的時候 這個是不是技術型態 是攻擊的型態 對 量價結構 今天大盤是漲還是跌 跌很多 他是不是過高 是 過高的時候是這樣 那所以就技術面的角度 我認為過這個點 你不能追啦 因為技術面的這個高點 前高22塊不能追 前高你不要追 但是在這底下 你只要散射停損停力點 就可以 就像我們換個角度 61339看一下 6139我們告訴大家 是這一根嘛 對 對不對 那你這個時候問我 我說 他的部分呢 我們能看到603316 還是什麼 603 34316嗎 316你要看什麼 掛牌的那一個 香油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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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嘛 60 我忘記幾號了 603316 反正就是在大陸掛牌 14支漲停 新股票 那如果亞翔掛了14支漲停 他貢獻利益就50塊 那如果15支漲停 是65塊 所以這種也一樣啦 所以這也一樣嘛 我們借用一下小鮮肉 小鮮肉就是維泰啦 小鮮肉不是股票 竟然有人來問說 小鮮肉是哪一檔股票 我們藉由維泰講的 那個6182 對不對 我們借他的6182來看一下 6182的 6182就是核金 你看 他是不是也是這樣起來 那你如果這根沒追 這裡就不是沒有了嗎 對不對 他是不是也是這樣 對 也不是這樣 這樣起來 那這個 也是跟上海有關係 我們上次講說 對 他整病完了以後 入資就會入股 有沒有入股 入股 你今天看今天的公告就好了 對 所以就是一樣的道理 他要到荷蘭去蓋8吋矽晶原廠了嘛 對不對 好 謝謝誠哥 那麼誠哥今天幫我們仔細來講講了 這個是華府 那麼隨時有機會要入賬 那入賬了之後 這個股價表現可能不止於此 給大家做參考 好 那麼請維泰 來維泰幫我們看一下 觀眾朋友的持股問題 6214 這應該是金城 來 他說金城接下來會不會往上走 他能不能加碼 可不可以買 這個是我看到 這個今天投資朋友問的問題當中 純碼面算最漂亮的 真的好 你看外資買的人這樣 幾乎天天買 對 不輸剛剛阿志明說什麼雙紅啊什麼的 他幾乎天天買 都是紅的 這外資一直買 好 那400張以上的大陸持股 也是連續三週往上做增加 是 而且呢 這叫做外資成本線 外資成本線守得剛剛好 好 往上做突破還留下一個多方缺口 回撤都沒有就回補 所以其實這個目前看起來 應該都還是屬於這個什麼 多頭架構 那麼第四季又有這個專案入障 所以其實我認為說 他的這個目前的一個走勢啊 應該還沒有看到高點 所以OK對不對 好 這是金城 那我們來看觀眾朋友 我們應該要回頭看一下 觀眾朋友問的 你要回答他 他現在有點困擾 他說他第一次買在275 然後後來跌下來他攤平 251去攤平 然後又繼續跌了 現在要怎麼辦 來我們來看一下雅德克 來這個攤在251 現在25 今天說253.5 但是他整體來講 應該還是現在是套住的 這要怎麼辦 其實我個人認為 現在還是屬於多空未明的一個情況 為什麼 因為他在下跌過程當中 看喔 這些我特別把這大量抓出來 有沒有 這大量點位置 大量點位置基本上都在這一區 對 所以其實 就算有這個很有力的這個主力 他在這邊進或 成本也在這附近而已 OK 所以其實我認為說 短線上如果說 就主力的角度來看 他還是屬於這種相對的穩定跟安全 OK 好 那但是目前看起來 我認為說他這邊就是在 這個季線附近去做 載扶載層的一個動作 好就好在他千張大物持股 連續兩週往上做增加 好 又重新站回季線 所以如果說他接下來 他能夠像這次一樣 或者是像這次一樣 出現比較明顯的 跳空中場紅的話 那觀眾朋友 你的這個解套機會就非常非常大 對 因為我剛剛算了 他兩張加起來應該是在263 對 那現在差10塊 對 所以我認為說 其實你就稍微忍耐一下 就忍耐一下 只要沒有說出現 同等級大量 然後又出現帶量長黑的話 對 我覺得你就可以先忍耐一下 就抱著他 等解套 對不對 等一下 耐心點 那我們再來看網家 他要問網家 這個外資由賣轉買 可不可以 他也跟著買 網家就是PC Home PC Home PC Home 那當然雙11 雙11的這個熱潮 對 今年其實我覺得跟往年相比 比較是持平 是齁 我覺得沒有比往年還要好太多 可是我都在上面買衛生紙 他都會送來家裡面 自己不用扛 是啊 衛生紙而已 如果你買什麼其他更貴的 搞不好他的飲料更起來 就買日常用品 他可能賺不了什麼錢 日常用品 現在Costco也在做 大論發也在做 加拉夫也在做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的競爭力 沒有像以前這麼樣的好了 這是事實 是 OK 好 但你說外資這邊出現 由賣轉買 有沒有機會就反彈 我認為會是有 為什麼 因為除了外資這邊 由賣轉買之外 我還發現另外一點 融資從賣轉賣 哦 對不對 也就是說其實融資的一個籌碼 換到什麼 外資的手上 所以這樣是好事 這是好事 對於短線來講是好事 那如果說你從這邊 再簡單畫一條什麼 下降趨勢線 好像輸要過了 OK 那這條線是什麼 季線 我們剛剛一直提到 季線是什麼 波段起漲的正式的觀察點 對 如果它能夠正式突破季線的話 我認為說其實它往上去做 走高的機會也就更大 好 我們先謝謝維太 我們先進廣告 稍後回來再繼續回答 觀眾朋友您的持股問題 大家好 我是劉子玄 12月26號起 記得下載3D新聞網APP 下午5點半 不管在哪裡 隨時隨地 都可以同步收看 我的即時解函節目哦 華信投股 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每一步棋 長期布局 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盤勢策略選股 華信帶您引爆投資最佳契機 專業誠信負責支付專線 022392 3988 水電 泥座 木工 裝潢大小事 都是愛菲爾的事 愛菲爾系統家具 裝潢你的家 口臭不是漱口就會好 口臭是因為火氣大 正計家味消致完 特別增加黃蓮解毒湯 嘴搭嘴口嘴草 就好哦 便比搞灰機 正計家味消致完 黃樟系統貴 無獨輕裝潢 滿十萬送羅賓墓地板 愛菲爾系統家具 裝潢你的家 美好的一天 就從美好的香氣開始 不論何時何地 最好的與你分享 味道濃郁香醇 如同情依始終不變 美好的香氣隨時都在 輕輕放鬆壓力 忠於原味摩卡咖啡 三立電視再度蠶連 2017年消費者 理想品牌第一名 創新 領先 全媒體 三立電視 慶祝大驚大驚大驚R32全球No.1 台灣銷售第一 感恩回饋 現在買大驚冷暖空調 限折2000元 嗯 今晚呢 大驚大驚 大驚 水電 泥座 木工 裝潢大小事 都是愛菲爾的事 愛菲爾系統家具 裝潢你的家 全新Mufri一節迷你錠 床型配方 含非變性二型 膠原蛋白 一天一小錠 保護力是葡萄糖胺 加軟骨素 兩倍以上 一天一小錠 維持靈活 好輕鬆 防張系統貴 無獨輕裝潢 滿十萬 送羅賓木地板 愛菲爾系統家具 裝潢你的家 台北新車大展 定級跑車 概念新車 席卷全壇 日本賽車皇后 火辣真風 23到26 時貌一管 火速開跑 打開夢想之美 全面啟動渴望 Audi Open House 空前盛惠 超值車款優惠 一次擁有 是您犒賞自己的最佳時機 即刻入主 向全車系 登奇零利率 在家贈一年已實現 行動就是現在 來 觀眾朋友問勝利 有沒有機會 好 如果說從整個 K線行商來看 我認為是有機會 因為它也是在 季線附近載幅載成之後 帶在網上做突破 OK 外資在同時也站在買方 那不要讓我覺得好奇的是 這邊自營商也大買 所以其實我認為短期上 它還是會有高點 好 謝謝薇泰 那麼再來這個要問陳誠哥囉 陳誠哥觀眾朋友要問你 這個問 6139 來 6139 你剛剛講過雅翔 雅翔可不可以 他要問加碼 他要問加碼 他要幹嘛 加碼 他要加碼 已經賺到了 現在要加碼 賺更多 你要加碼 今天回測30 今天最低點回測到3045 前一波高點是3045 那你如果要加碼 就前面那個低點不能破 那個低點是29.85 你就不能再破了 29.85 因為那有個跳功缺口 沒有補 你知道嗎 底下 1 2 3 4 第四根那裡 那我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603660 為什麼我說你可以試試看 蘇州柯達 這是漲了13根漲停 那還有一個316是漲14根漲停 那我很簡單的把這數字跟大家做報告 它是4塊9毛是掛牌 明天抽籤 那一些規則我們就不再多錢 你要的打出來了 14根的 14根的 603319有沒有 這14根了 14根漲停 它已經爆出量了 那所以如果這個蘇州 你有抽到蘇州 雅翔之城 那它如果漲10根漲停 它貢獻它39塊 如果漲15根漲停 貢獻它65塊 雅翔貢獻蘇州 他的子公司掛的 會貢獻它65塊 所以大家可以把這放心上 所以這個設一個停損 陳哥認為還可以稍微的試試看 2985 2985 好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來賓 那麼待會呢 爸爸健康有方 雅方只要告訴你 這個流感到底要如何的預防呢 待會請